那移民到国外之后到底要不要搬离华人区 这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 我个人是想搬离华人区的 不是要和所有华人做切割 也不是要强行的融入别的族群 而是想让自己获得更强的生存能力 哈喽大家好我是洛奇 欢迎回到洛奇漫谈 日子过得真快呀 转眼我定居美国已经满五年了 有必要做个视频回顾和总结一下 移民这五年来让我最后悔的三件事 以及最庆幸的三件事 如果你和我一样移民已经有些年头 相信你会产生深深的共鸣 如果你是刚落脚的新移民 或者是正在计划润出来的 相信会对你有借鉴意义 我今天的分享能帮你稍走完美 英文没学好这件事啊 绝对是我的一块心病 我都不知道怎么评价自己的英文水平 总之是很尴尬的水平啊 也不是不能说 而是说的不利索 你让我去CarMax买车 我能不借助翻译买到想买的车 你让我带老婆去医院生孩子 我的英文能力也能应付医生啊护士 你让我打英文电话去预约办点事 我也能完成这通电话 在美国生活遇到的大事小情 我都能勉强应付 但是请注意勉强二字啊 勉强的意思就是 以我现有的英文能力 我能把事情最终凑合着办成 但是过程磕磕绊绊 不流畅 有时候会主动的忽略很多细节啊 稀里糊涂的把事情往前推进 中间的环节沟通的不充分 只想着早解决早省心 其实这样会埋下一些隐患 那来美国头两年 我的英文是突飞猛进 第一年是因为异国的环境 逼着我必须学会基本的生活口语 第二年是因为开卡车 队友是美国人 我可以随时随地练习英文 但是第三年 我换到是华人公司 做local司机 说英文的机会大大减少 水平停止不前 那从第四年至今 也就是2022年到现在 我转行做全职博主 因为节目受众是华人 采访对象也是华人 我的圈子极度的萎缩 平时除了偶尔出去采访拍节目 其余时间都是在家里 剪视频和带玩 和社会的交集 就是去超市啊 去医院这些 有时候一个星期都说不了一句英文 两年下来英文不倒退才怪的 我也尝试过每天抽点时间自己学英文 但是很难坚持 因为没有外部压力 说白了 英文好坏短期内对我没有实际影响 况且双层压力就摆在面前 再加上生活所是一大堆 让人很难静下心去学啊 那学好英文的希望就越来越渺茫 我有一个理论啊 如果在移民的前五年 没能把英文水平提升到不错的水平 英文就永远不可能再学好了 听起来太绝对 其实是有道理的 因为这五年时间足够让你安定下来 英文虽然很烂 但是你找到了糊口的工作 也找到了自己的生活圈子 就像我一样 慢慢的接受了英文很烂的事实 也习惯了英文虽然烂 日子上照样过 如今网络越来越发达 微拼也在悄悄进化 已经不再是单一的翻墙工具 而是衍生出更多更高级的功能 比如通过公开IP地址 解锁各大影视平台的资源库 网上消费遇到价格歧视 微拼还能帮你拿到最低价 市面上微拼良有不齐 安全性堪忧 有些甚至会出卖你的资料 暴雷跑路的也不在少数 Surfshark之所以赢得广大网民的信赖 除了技术水平达到军事级别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以用户利益为优先 拒绝向任何政府机构汇报数据 百分百隐藏用户在网络上的活动 为了迎接双十一网购结 升级Surfshark1套装 就送五个月免费使用期限 Surfshark1除了具备VPN的全部功能以外 还内置三大功能 搜索 杀毒 警报 影片描述栏有我的专属链接 购买时输入优惠码 RockyTV即可享受独家优惠 最后我问心提示 中国定期打击和封锁VPN 但是Surfshark会及时应对 如要购买请自行决定 我第二后悔的是 移民美国五年 依然没有找到职业方向 之前做过的几种工作都成了人生体验 而不是之前的资历 比如开卡车 我只做了两年 一开始决定入行的心态就是急功近利的 就是要尽快存一笔钱 而不是把开卡车当成长期的发展 其实很多华人新移民坐卡车司机 心态和我一模一样 我没见过哪个华人 一直做到六十几岁退休的 相反有很多土生土长的美国人 他们真的可以兢兢业业开一辈子卡车 而且可以乐在其中 在美国谋生 技术和资历都是值钱的 技术只需要一段时间去学习 这一点很多华人都能做到 但是资历需要长期的积累 这一点就非常考验耐心 我们总是好高无远 吃锅旺盆 骑驴着马 哪行赚钱 就封印而上 大量的盲目跟风入行 最后搞到大家都赚不到钱 然后拍拍屁股走人再换一行 那反观很多美国人 工作普普通通 但是衣食无忧 就因为他们是心思 单纯耐得住寂寞 可能刚入行的时候 时薪不高 但是每年涨一点 那连涨20年就很可观了 美国公司呢 也鼓励和奖励这种 争承又高的员工 各种福利都会给到位 像我们这种移民啊 既没有美国的学历 又没有吃香的手艺 东一篮头西一棒的 干一行坏一行 最终可能导致一个悲惨结局 那就是老来苦 就是六七十岁一把年纪了 可能还要为生存所迫 跟人打工 那年轻的时候 没有把握机会 熬成某个行业的资深 那也就进不了 像样的公司 拿到好的福利 什么401K啊 退休金啊 通通没有 那运气好的 投资一两个房子 赚到钱 可以提前退去 那运气不好的 一个自住房子买不起 提前退休 简直是做梦 我觉得大多数人属于后者 就比如说我 卖方遥遥无期 而我现在做的自媒体 也是急不稳定 做一天算一天 绝对算不上 可靠的职业发展 咱不能和头部网红相提并论 那人家做个几年 就能实现财务自由 那而我只能维持在温饱线上 所以我焦虑啊 我听到很多新移民 抱怨美国的工作机会太少 其实这种抱怨是很可笑的 美国的工作机会多得很 只是咱没有能力罢了 光是英文这项必备的技能 有多少第一代移民 敢说自己掌握了 很多人英文几乎是零基础啊 自嘲说自己在美国就是文盲 简直太高抬自己了 其实就是聋哑人 文盲至少能听懂 会表达 只是不会读和写 听说读写都不会的 不就是聋哑人吗 试问在你的母 那聋哑人的工作机会多吗 这不是一个道理吗 因为掌握了 就业路自然就宽了 与君共勉啊 那移民到国外之后 到底要不要搬离华人区 这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 我个人是想搬离华人区的 不是要和所有华人做切割 也不是要强行的融入别的族群 而是想让自己获得更强的生存能力 还有适应环境的能力 我不想永远的缩在舒适圈里 我想突破自我达到迎刃有余的状态 不管把我扔在这个国家的任何地方 我都能很好的生活下去 只有做到这种迎刃有余 才能对这个国家产生真正的归属感 才能避免沦为过客 而我目前的状态 显然和理想相差甚远啊 不得不说这一切又和英文有关 我和大部分人一样 英文英文不好 初到美国选择华人区落脚 原计划是过渡一下 没想到这一过渡就是五年 失去了学语言的最佳时期 同时掉进了舒适圈 像洛杉矶这种地方 华人众多 生态完善 这是好事也是坏事 好事是英文不好 也能工作 也能生活 坏事是让所谓的舒适圈 粘性变得更大 想跳出来 难上加难 所以很多人就被困住了 从新移民困成了老移民 我不想评判生活在华人圈有什么不好 我只是觉得在美国过中国式的生活 未免让移民少了一些意义啊 假如五年前刚到美国 我就选择一个没有华人的地方生活 现在情况会是怎样 可以确定的是 我的英文肯定会好很多 因为必须硬着头皮去学啊 去练 那大概率也会做着一份可持续的工作 因为没有在华人圈转行那么容易啊 一旦选择了 就只好逼自己脚踏实地的坐下去 这样一来 那我这是三大后悔的事 那就能全部避免了吗 其实还真不一定啊 移民生活充满未知 冥冥之中也有注定 所以后悔也没有意义啊 那聊完了后悔的事 咱再聊聊庆幸的事啊 五年前和老婆一起认出来 当时还是女朋友啊 绝对是我最值得庆幸的 因为如果不是和她一起出来 我十有八九现在是光棍 而且婚姻前景堪忧 相信很多人也知道啊 北美华人男多女少 算是历史遗留问题 一百多年前如此 现在依然如此 重年新移民里面啊 单身女性独自来美国的 少之又少 几乎都是跟随伴女一起过来的 名花则也有主啊 男女比例严正失红 导致的结果就是光棍越来越多 分布在各个年龄层 我在洛杉矶认识 两个和我年龄相仿的朋友啊 他们来美国的时间比我长 英文比我好 长得比我高比我帅 工作比我好 赚得也比我多 而且又都是公民身份 但是啊 他们都很羡慕我老婆孩子 热抗头 我还听过一个事 也是发生在洛杉矶华人圈 一个山东来的小伙子 辛辛苦苦开了三年卡车 存了二十多万美元 准备首付买个房子 但是后来运气好 在这边谈了个女朋友 而且还是老乡 就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啊 女方要求彩礼 她的二十多万存款一把都给出去了 这个事大家怎么看 可能有人会说啊 山东小伙被彩礼的陋席给空了 但是人家可能也有自己的考量 她可能觉得找到对象不容易 必须把握住 很多人说中国女孩太现实 其实出了国的女孩 比在国内的贡献室 因为面对的生活处境不一样 这也不能责怪人家 人家只是按照自己的标准 则有选择 这就是赤裸裸的残酷的现实 而且还有一点雪上加霜 就是亚洲女性比较受青睐 婚恋选择面供国 如果她愿意的话 就大把的机会嫁给白人 黑人或者拉丁一 这就更加挤压了我们 华人老爷们的机会空间 再加上亚洲男在性吸引力方面 确实比不上其他肤色 你的行性荷尔蒙的气场弱一些 虽然相对的更顾家 更安稳甚至更会赚钱 但是女人的心思可能不止这些 那两性之间 有时候也需要野性的火花 聊到这里 相信大家就能理解 我是多么的庆幸了 你这么好的一个女孩 愿意跟咱一起出国 从零开始经营新的生活 我真的感恩 有时候夜里睡不着 都会偷着笑 我的卡车司机生涯并不差 只有两年 对我来说最大的收获 并不是发家致富 而是借着开卡车 去过美国四十个州 让我对美国有了整体的直观的印象 也帮助我打破了对美国的一些 缥缈的幻想吧 树立了更务实的态度 这两年是我宝贵的人生经历 其中的酸甜苦辣也锻炼了我 也让我成长了很多 我坐卡车司机当然还有额外的意外惊喜 那就是阴差阳错成了视频博主 当初开这个频道发视频 是为了打发路上的时间 没想到无心插柳柳重音 也是因为当时疫情期间 卡车行业火爆 很多华人入行 那我分享的入行指南系列 顺便就火了起来 我现在回头看不得不感叹 生活处处有伏笔 而且是缓缓相扣 正因为我是卡车司机 我分享的卡车视频 才火起来了 让我的频道出具规模 给了我全职做自媒体的希望 也正是因为自媒体是自由职业吧 我才能兼顾家庭 不然三个孩子这么小 真的搞不定 所以我必须说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那坐卡车司机还有一点值得庆幸的 就是赚钱多 几乎是新移民蓝领工作的天花板 不得不说我们华人基因里也写满了 情怕了 尤其是出来炸道 钱真的能带来安全感 所以我选择开卡车 先存点钱 让焦虑的心情缓和一下 然后再摸索下一步该怎么走 万万没想到的是摸到了自媒体这条路上 除了时间相对自由一点 基本没有其他好处 真的不建议大家尝试 相比之下还是开卡车那份钱比较好赚 虽然身体辛苦 但是心不累 可惜我现在就是想回去开 家庭也不允许 我第三庆幸的事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也是最值得庆幸的事 那就是车头的心不死 这个听起来有点玄乎 其实也不难理解 我今年35岁了 家庭算是圆满 按理说应该步入人生中安稳的阶段 但是我的观念是 人生最怕按部就班 最怕过早的进入安稳模式 35岁难道不是体力精力智力三者 结合最佳的年龄吗 这种最佳状态应该好好去利用 但是呢 我又有很多无奈 我现在满脑子idea发挥不出来 一身的劲使不上 那就拿拍视频来说 我已经构思了很多很多 有创意的视频 需要就是外拍外景的那种 但是我真的没办法出门离家太久 我采访一个嘉宾来回两三个小时 还行 但是时间再久点 家里又要场面失控 我有时候想在家闭门造车去做视频 但是孩子们的哭闹声不绝于耳 让人很难静下心去投入脑力活动 心情也会烦躁 总之现阶段的我彻底被家庭困住了 雇家还是雇事业 这两者很难兼得 每天一睁眼面对的都是鸡毛酸皮 他呢是主要负责照顾双胞胎 我负责照顾老大送他去decair去供养门 我还要买菜做饭洗衣耍 以及其他所有的杂食 一天下来你留给我的工作的时间就很少了 而且留给我的往往都是下午或者是晚上 经历最差的时候 我要用这些有限的时间和最差的精力 去赚钱养活一家屋口 很多次我都想索性出去找份全职工作 但是他一个人应付不了三个孩子 说多了都是无奈 听起来我好像是在发牢骚 我确实忍不住发了一些牢骚 但是我最终想表达的是我没有熄灭心里的那团火 我没有就此向生活妥协 我明白眼下的状况只是暂时啊 一旦孩子大一点 我就可以投入到自己热爱的事情当中去 我目前需要做的就是忍耐 还有保持折痛的心不死 然后慢慢酝酿和积蓄能量 等待下一次重大的转折 或者叫爆发 以上就是移民美国五年来 最让我后悔的三件事和最庆幸的三件事 分享的那种呢比较个人化 希望能对大家有一点启发 也欢迎大家留言聊聊你们的人生感悟 特别是移民生活的点点滴滴 我是洛奇 感谢大家的支持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 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 一起来投稿吧